今天有点顶不住了 然后那个喉咙像吞刀片一样的 两个鼻涕像插了辣椒一样的 活辣辣的 然后眼睛也疼 然后艾米的状况呢 就比我更严重 两个眼皮都红了 还肿了 然后鼻涕塞 然后还咳嗽的厉害 都说痒了之后 尽量让自己好好休息 艾米呢 昨天鼻子塞又疼 疼得他自己 晚上一晚上没睡 还在那哭了一晚上 鼻子塞住了 鼻子塞是吧 呼吸不了 爸爸配药了配药了 我配药 我鼻子塞 就是配一点鼻塞的 好吗 更糟糕的事情 就是我们家的咳嗽药 已经吃完了 而且还买不到 如果硬扛的话肯定不行 所以我决定跟艾米 我们俩下去去吊手去 给他穿衣服快点 还在咳嗽 出发吧 我再也不想经理 像昨天晚上那样不辛苦了 走 拿铁好好在家 下来才知道 我们楼下的人好多呀 这些人应该都已经康复了 天儿 您到我们小区诊所了 走吧 哎呦 死到了吧 起来 我们俩现在打完针回来了 然后我扎一针就扎进去了 然后艾米呢 看他的手 扎了四针 愣住啊 总是然后鼓包 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 血管很细 但是别人说艾米这个眼这里红肿 然后这里红 说什么过敏 是吧 肯定是吃什么东西过敏 所以这段时间吃东西要注意一点 打完针轻松了 吃麻麻香是吧 真的很语言好吧 我去给你泡药 今天这个药房里还买到了 艾米盒的咳嗽药 医生跟我跟艾米一人开了两针 如果就是明天再打一针轻的话 就不用打了 如果没有轻就继续打 可以尝到甜味吗 我估计喝太多药了 我知道它是甜的 但是我尝不住味道 可能是每个人得的那个菌磊都不一样 然后艾米呢 她和爸爸是一主 他们俩都失去味觉了 然后我们都闻不见了 当天一个狗屎在我面前我都闻不见 然后我呢 跟他们俩不一样 就是刀片嗓 喉咙就很疼 然后又发高烧40度 是吧 对 总之能别痒就别痒 如果痒了也别害怕 现在医院都已经放开了 大家可以随便去治疗 对 去打该打针打针 该吃药吃药 心态然后放好 大家要注意好好防护啊